我們是南河港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是 一旭二 那其實一旭二他名字就是 翻成日文是 就是日文的意思是一起的意思 然後就是他 老闆取這個店名的意思是 就是要邀請大家一起來喝咖啡 然後他 其實裡面包含有民宿 然後他本身也是有早午餐 然後還有咖啡 然後其實他裡面 最具特色的東西是鬆餅 然後他的鬆餅啊就是 是用當季就是新鮮的水果做成的那種醬料 然後就是有草莓 然後藍莓跟蔓越莓 對 然後 他的位置是在 康樂街 然後他民宿的部分就是 就是他民宿 假如你進去住民宿的話 那就是會有就是兩人一組的這種 餐點就是像那樣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你去那邊住民宿的話 老闆會提供他們的那個台式馬卡龍 對 嗯 那其實他們店裡面 有很多特色小物 就是 其實就是 老闆的那個吧 小心思吧 就是進去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這樣 就是要我們自己進去看 謝謝 謝謝 謝謝